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上个周末有个朋友跟我说 涛哥你应该风尘演绎 对不起 西游记你应该读得很透了 他说你知道西游记里面有个细节 我西游记不像风尘演绎看得那么细致吧 就说重新看了 因为时间太长了 这故事 通常的故事谁都知道 但没像风尘演绎这么正经八百 咱们直接砍过没有 所以我就不是很那个 来 那朋友说 在西游记里面所有的妖怪 如果把它叫做妖怪 其实像文殊菩萨 包括观世音菩萨的作记 都吓到人间霍乱过 其实那个吓到人间霍乱过不是 他是为了唐僧他们能修成 是一种演化 只能叫是一种演化 但是神的演化对人就是真实的 因为人是本来就是神造的 所以这个你就是在哪个基点看 那人中所显现的一切的东西呢 在神的眼睛里呢 就变成了故事 其实人们讲的也同样是故事 只不过我们看到东西都太现实了 那个朋友说 说所有这个西游记里面 9981难遇到的这些妖怪也好 遇到的磨难也好 扮演妖怪的施迦魔法的都有归属 最后都有归属 他说就一样东西没有 行为记里头有个九头蛇 九头虫啊是九头蛇 孙悟空打不过他 后来二郎神来 二郎神的天狗应该咬了他一个舌头 咬完之后这个咬了他一个 一个他是九个 然后他就跑了 伤到他跑了 跑了之后呢 二郎神要追 二郎神跟哪 我们因为我们没看细节 二郎神要追 结果孙悟空说了一句 说穷寇莫追 早晚得死 可是二郎神不太 不太认同孙悟空说的 如果在这一辈儿上说 二郎神的悟性最高 其实就是根基最好 悟性高是根基好 根基好是来处高 来处高是他本来高 这话就不好说 就是这么讲吧 他那个生命谁造的 他那个高 他就高 那个低 他就低 他其实就这么回事 那文书菩萨也好 观世音菩萨也好 他的坐骑可能就弄不过 二郎神 就是一个来处的问题 所以二郎神当时 听孙悟空这么一说 二郎神也没追 然后二郎神就说了一句 不久 不久必将祸乱人间 后来那朋友说 今天在人中祸乱 是蛇 那人家朋友也有人家的本事了 我是毛泽东属蛇 他习近平也是属蛇 毛泽东按是按九算 习近平十月一号 去给这个纪念碑献花篮 可不是献的素花 献的大红花花篮 他献九个 他真是请他们帮忙 那那些乱七八糟的 他为什么能有这认识 咱们不知道 但与神同行 他们自己做出来与鬼同行 所以今天在人间 在中国大陆 与鬼同行的 今天的共产党的获利者 要残害人间 借助鬼的力量 而真正的人与神同行 我相信以后 这事过去之后 有人会写书了 这个出现 人间出现了大动荡 但那个朋友是这么说 他说 这是西游记里面 唯一跑掉的一个妖 而二郎神直接就这么说 二郎神直接 我没看 我也没看 如果是那样的话 应该是很有趣的 我相信西游记里面 会像风声演绎里面 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 有人讲说 无成恩那个三个字 这个人存在不存在 为什么叫无 为什么叫无 人家说叫天口 是口天 是天下传下来的 承载佛恩浩荡 有人是这么解释 说这人根本不存在 口天无吗 口天无天上 那神就说的话 这个说法呢 很可能对应 因为风声演绎的作者 就是谜 现在说的作者是假的 真正的作者是一个老道 所以风声演绎讲的是道 西游记讲的是佛 为今天奠定真正的 怎么讲 真正的创世主的出现 面对现在的中共的妖灵 我自己理解的 所以那两本是两本神书来的 其他的就是故事 水浒传三国演绎 是人 是人 它是对应相存在的 而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的 大家看我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第二天星期四 中美贸易重新谈判 如果谈的话 中间再出什么差 咱们不知道 所以明码说 这是第13次谈判 第12次谈判 他认为是在6月29号 在这个日本 在日本大阪 所以我们看到 那是第12次谈判 然后那是6月29号 然后7月1号 开启 在香港出现了完全正面的冲突 从7月1号延续到8月 那你只能说 如果这么算的话 就延续到现在了 在其中 不同的事情的起点 终止点 都遵循着某种定数 美国新增加了 对中共企业制裁的名单 川普又把香港的事情 与中美贸易谈判挂钩 所以川普从来没有退缩过 在每一次谈判之前 一定有新的动作 加以制裁 10月10号重启 商务部将 海康威视等28家中共企业 列为 美国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 使得该名单的数目 进一步增强 黑名单 中美星期四 华盛顿第13轮谈判 白宫发言人 双方在过去几周 腹部级沟通的基础上 开始谈判 包括强迫转让技术 知识产权 非关税壁垒 农业问题和相关实施问题 一点都没改 对吧 一点没换样 一点都没改 将另外28家 中共公安机关 和海康威视等 列入黑名单 其中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公安机关 及其下属的19个下属机构 8个商业公司 还包括浙江的大华 中国科大讯飞 叫美牙伯克 信息股份 他说上述公司 未经许可 不能向美国公司 采购零部件和服务 原因 他们在新疆 打压少数民族 违反人权 这是首次对人权的概念 提出直接的制裁 如果在人权的概念角度 提出制裁的话 那社类的面就非常广了 如果你在天明广场上厕所都刷脸的话 这叫侵犯人权 我说他为什么上厕所刷脸 他怕你往毛坑里扔手榴弹 手榴弹炸毛坑激起民愤 对不对 玷污了神圣的天门广场 他就这么干 你解释呗 你只能解释说 上厕所是个人隐私的事情 他坚持不了你 你可不知道他真坚持还是假坚持 那光不留条的搞不好 他都给你录了相 今天中共的正经八百的技术没什么 邪门歪道的技术有的是 山东大学金融学者叫做司令本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是川普的明确释样 这个背景是 众议院启动了对川普的弹劾程序的调查 无疑是为川普明年连任寻求变数 而在北京的谈判桌上 能够迫使让美国让步的某种希望 我觉得这都是学者的说法 我个人觉得这都是学者的说法 因为川普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 从来没有改变过 而彭博社认为呢 其实中共刘克把整个谈判范围缩小了 不包括中国工业改革 和对企业的补贴政策 中共一定会 所以习近平一定会利用众议院的弹劾调查 向川普施压 所以这东西对于我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这只是一种表象 它的意义在哪 它的意义在于 与神同心的人 在人的层面压力越来越大 在打击中共反对中共的时候 你看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人的层面对中共 魔鬼般的没有办法的说 那神才出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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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